歐盟委員會12月1日公布一項計劃 到2027年在全球範圍內投資3,000億歐元 用於基礎設施、數字和氣候項目 以真正替代中共一帶一路倡議 這項名為全球門戶的計劃 旨在加強歐洲供應鏈 出進歐盟貿易並幫助應對氣候變化 重點是數字化、衛生、氣候和能源及運輸部門 以及教育和研究 歐盟委員會負責人烏爾·蘇拉·馮德萊恩表示 與中共一帶一路不同的是 歐盟將確保當地社區從全球門戶下的基礎設施項目中受益 對他們來說 歐盟的參與意味著投資風險更少 事實上各國需要更好有別於中共一帶一路不同的提議 馮德萊恩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全球門戶是一帶一路真正的替代方案 歐盟全球門戶將以賺款、貸款和擔保的形式 向售援國提供資金 歐盟委員會說 這些資金將在公平和有利的條件下提供 以避免令第三國政府面臨債務問題 歐盟委員會說 全球門戶計劃將側重於物理基礎設施 如光纖電纜、清潔運輸走廊和清潔電力傳訊線 以加強數字、運輸和能源網絡 全球門戶計劃是繼6月在英國舉行的七國集團G7峰會後實施的 當時會議決定開展一趟全球基礎設施窗議 拜登政府稱它以價值觀為導向、高標準而且透明